炮弹定装与分装哪个更好用? 在装药与火炮威力那期视频里,火力军提到了炮弹定装与分装,但并没有细说。 这期视频就来填个坑。 炮弹定装就是弹头和装药固定在一起,与放大的步枪弹有些相似, 而炮弹分装则是弹头和装药分开装填,二者各有优劣。 不过在实际使用时,额制三代坦克都是分装弹,而北约大多为定装弹。 这是为什么对地面装备而言,炮弹定装与分装哪种更好用? 顶装弹和分装弹主要根据弹头和装药是否固定在一起划分。 顶装弹,类似放大的步枪弹,发射药装在药桶里,弹头固定在药桶上。 一般情况下,小口径的自动炮,中小口径的剑炮,坦克炮, 这些直瞄直射的火炮,由于没有调整装药与打击弹道的需求, 所以可以采用顶装弹。 顶装弹属于一个整体,所以装填速度较宽,射速比较高。 分装弹则是弹头和装药分开填装的炮弹。 一些大口径火炮、剑炮大多采用分装弹,毕竟口径大,也就意味着炮弹重。 如果使用定装弹,将弹头与发射药连接在一起, 炮弹的重量会超出人力填装的极限。 如果配备自动装弹机,填装空间会大到无法适配炮塔的程度, 所以使用分装弹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分装弹的优势就是炮兵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增加或减少发射药,从而调整射程。 当然,以上指示大概也有大口径炮采用定装弹的案例, 就比如俄罗斯现代级驱逐舰, 配备的AK-130双连装130毫米舰炮,全自动填装,采用定装弹。 也有一些火炮虽然是分装弹,却不能调整装药数量,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的125毫米坦克炮的炮弹。 该炮弹分装是为了适应自动装弹机, 其发射药是一种半可燃药桶, 这种腰桶是一种封闭的整体,不能调整,发射药数量。 就实际使用情况来看,定装弹与分装弹各有优劣, 具体如何使用主要看个人需求, 不过就地面装备而言, 俄制三代坦克都是分装弹,而北约大多为定装弹, 这是为什么。 从特64到特90,再到最新的特14阿玛塔都是分装弹, 苏联1964年投产的特62首次搭载花糖炮使用定装弹, 1966年开始装备的特64已经装备了自动装弹机, 而俄郡的分装弹之路也是从这开始的。 从最初的射击要求来看,特64属于高端坦克, 对各项指标的要求较高,其中一项就是装填速度要快, 于是苏联就为特64准备了自动装弹机, 这个装弹机相当奇葩,炮弹竖着放在输弹机上, 如果采用定装弹,车身高度太高, 为了不让公司倒闭,设计师只能给炮弹来上一刀。 特64的自动装弹机内侧一圈是弹头, 外圈一侧是发射药,在自动装填时被提弹器提上去之后展开, 后面的顶弹器一次性将弹头与发射药装进去, 这种自动装弹机的好处就是装填速度足够快, 另一个优点就是输弹机构的截面机小, 减少了弹药价被击中的概率, 不过这种设计比较复杂, 可靠性低,很容易出现故障。 在特72身上则是另一套自动装弹机, 结构类似第一批机枪的弹鼓, 不过问题与特64一样只能采用分装弹, 与特64相比,特72解决了可靠性的问题, 只是由于弹头与发射药需要分别填装, 所以装填速度较慢,装填结构太大, 被开灌的概率也很大, 与苏联完全不同,对炮塔尺寸和重量没有很大的要求, 而且比较顾忌自动装弹机的可靠性, 就比如美国的M1A2,S1PV3, 挑战者2,鲍2A6,依旧是手动填装, 所以选择定装弹更好, 法国这边不仅选择了定装弹, 以为坦克装备了自动装弹机, 法国的勒克莱尔坦克之所以可以这么做, 原因就是尾层输弹机, 在炮塔尾层装备类似弹链的供弹结构, 只需要把尾层稍微做长一点就足够了, 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使定装弹更好用, 所以就火力军而言, 使用定装弹还是分装弹, 主要与武器的用途设计思路有关, 哪种更好谁也说不准, 主要看自己的需求, 不过就发展前景或者是使用范畴来看, 很显然是分装弹更好。 分装弹也有一定的区别, 根据发射药的装填方式, 又将分装弹细分为药包填装和药桶填装, 顾名思义, 药包就是将发射药放在一个纺织物里面, 药桶则是将发射药塞到一个圆柱形的金属桶里, 二者的优缺点很明显, 药包不需要金属结构, 运输和装备质量较轻, 在火炮激发时, 药包的包裹材料会直接被烧光, 所以使用药包时, 火炮不需要抽筒机构, 相比之下, 药桶的重量较大, 鞋带也不是很方便, 并且金属材料无法被烧, 火炮激发后需要抽筒, 当然药包有好处也有坏处, 药包本身是不带低火的, 所以在装完药包关上炮栓后, 还需要在炮栓另外安装发货管, 确保药包可以迅速燃烧, 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射速, 不适合机械填装, 而药桶自带低火不需要安装发货管, 加上强度高有利于机械装填, 此外, 金属药桶在激发时, 会被火炮燃起撑开膨胀, 并且紧贴炮塘内壁壁气, 所以炮栓不需要设计紧塞菌, 而药包需要, 不过接下来药包与药桶大概率都会被替代, 火力军这里就不赘述了, 重点是魔化化装药, 这也是当前先进火炮比较常用的装药方式, 魔化化装药其实就是改良的药包装药, 与药包一样外壳可以燃烧, 火炮不需要抽筒机构, 而魔化化装药的外壳比较硬, 可以保证强度, 可以用于机械化填装, 相当于结合了药包和药桶的优点, 目前比较先进的火炮都在使用这种魔化化装药, 比如美军的M777就采用了魔化化装药技术, 其使用的XM231、XM232魔化化装药, 原本是为XM2001十字军战士开发的, 后来十字军战士下马, 但为其开发的XM231、XM232并没有被放弃, 后来就被美军火炮所使用, XM231、XM232属于两种模块, 其中XM231为绿色外表光滑, 上下方各有一条黑带圈, 负责进程目标, XM232为浅宗色无黑带圈, 但两端各有四块装板, 负责远程目标, 得知DM72、DM82、DM9R魔化化装药也区分基准模块和标准模块, 法国凯撒卡车炮的魔化化装药也有2公斤的小号装药模块, 与2.6公斤的大号装药模块组成, 只是魔化化装药虽好, 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, 简单来说, 魔化化装药就是根据不同的射程, 装填不同数量的装药模块, 想要最远射程, 那就装5个或6个全号炸药, 要想最小射程, 那就只放一个装药模块, 但问题是这种理想状态很难实现, 使用模块化装药时, 相邻两个装药级别间的射程不能出现空档, 必须有所重叠, 但重叠量不能太大, 必须在相应射程的8%以下, 加上火炮的弹牙和出速, 与发射药量是呈非线性关系, 如果使用全号装药满足火炮的内弹道指标, 但使用小号装药时, 发射药在糖内燃烧不完全, 弹丸出速达不到理论值, 如果优先保证最小号装药满足内弹道指标, 在使用全号装药时, 糖压又会超标, 如何兼顾这个最小与最大, 就成了一个问题, 于是20世纪90年代, 双模块装药技术出现了, 也就是不等式模块化装药, 发射药有两种模块构成, 通常以不同颜色体现, 在实际使用时, 二者可以混装M777, 凯撒等火炮都是双模块装药, 这种装药可以适用于自动填装系统, 但是会增加自动装填机构的复杂程度, 从而降低可靠性, 在实际使用时, 后勤供应和战畜选择也有一定的时间, 简单来说, 自行火炮在进入战场之前, 会在炮塔内混装两种发射药模块, 自动装弹机, 在装填这些模块之后, 需要多一道识别工序, 同时战场环境太过复杂, 实际作战时, 可能会出现某种模块化装药不够, 而另一种模块又派不上用场, 就目前情况来看, 无论是简化后勤, 还是提高自动装弹机的可靠性, 全等式模块装药技术才是王道, 这种技术将模块化的优势发挥到极致, 装药的各个模块都完全相同, 装填时无需考虑方向, 而且火炮只需用一种模块, 就可覆盖全射程, 总的来说, 对于炮兵而言, 没有最好的装药方式, 只有最合适, 如果想要提高射速, 那就自动装弹机加定装弹, 如果想要更大的威力与更灵活的射程, 分装弹更好, 不仅可以调节射程, 而且在同样大小的弹药架上, 分装弹可以存放体积更大的炮弹, 余力也更大, 至于小口径速射火炮, 答案就是肯定的散装弹, 但如果问分装弹药哪个更好, 那么火力君的回答肯定是模块化装药, 如果要固定一种模式, 那就是全等式模块装药技术, 好了,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, 各位觉得模块化装药还有哪些优点,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 大家一起讨论, 我是火力君, 下期见。